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正式进入面试分享的这么一个环节 就是因为林峰同学他其实投递过非常多家公司 然后其实也进入到了非常多家公司的OA 那么我们就来让林峰同学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第一个问题是我们面试官在面试过程中是如何考察项目经历的 就是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提问呢 就是会问就是通过对你了解 其实就通过你最开始的自我介绍还有你的简历 那就会通过比如说你自我介绍的理由介绍过你做过什么项目 那可能他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话 或者是他对这东西有了解的话 他可能会想问一问你是怎么实现的 或者你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技术 这样的问题 明白 那其实还有个非常经常会考到的还有刚刚林峰同学说一开始都不知道BQ是什么的 就是behavior question 因为问题面试 那在这个部分在面试中 面试官会主要去考察哪一些方面 然后你当时又是怎么准备的呢 我觉得面试官想要考察的就是就是你可不可以就是和和他们一起工作 因为未来可能他就会是他他面试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同事 所以就然后会问一些问题 然后但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有规律可学 你要做的就是准备就比如说是怎么团队合作的 要准备不同的故事 然后呢就用故事用这个star method 就是situation task action 然后result的方式来描述 那对嗯那同学你当时准备了多少个故事啊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有三四个 那慢慢的就是当遇到的问题变多了以后 嗯可能最后有七八个故事啊 嗯就就可以来自任何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啊 实习的时候 然后比如说在club在学校的啊什么组织里啊或者是都可以 嗯就是一个反正可以慢慢积累慢慢准备的这么一个啊面试的类型 嗯好的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林峰同学啊 就如果你在面试中碰到啊你不太会的 或者是可能一开始没有见过或者是你做到一半思路卡壳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面试的时候有人哈就是你可以和面试官沟通 嗯就是就是就确定你做下一步之前面试官知道你要干什么 然后这样的话即使你卡住了就或者是啊 啊基本的思路即使基本的思路也没有的话你是可以就是可以和他沟通了 嗯就是说出你的想法 然后呢啊 即使不太确定你也然后呢可以自己分析一些pros and cons 然后啊看看面试官的feedback可能会他会给你一些提示或者是告诉你说OK 我觉得你这样说没问题这样是有有feedback通过这个feedback可以尝试推进这个思路 嗯明白其实就是也是和面试官一个嗯共识或者说是呃共同交流然后一起解决难题的其实呃的一个过程 嗯那么呃其实刚刚林峰同学提到的就是沟通的交流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面试官啊 去看这个求职者呃身上一些特点的一些衡量方法就是看你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些communication skills 那林峰球同学你觉得就是除了做到呃面试上面试里呃跟面试官沟通比较顺畅之外 你觉得还有哪一些呃需要去体现出来的你的一些软实力呢 啊就是可以workwork with people吧就是嗯就是因为平均都是公司他们要找的不是最聪明的那一个最聪明的那个可能他要找的时候可能是一个director可能不是不是我但但通常就要找啊team player 就是你要做到你能和和别人一起工作然后呃可以沟通可以交流的来 就是这是比较重要的软实力吧 嗯明白明白 communication 是的是的 那您觉得就是你当时就是现在毕竟拿到非常好的offer吗你觉得你在面试中去做到哪一些点然后就是有没有一些补充的点就是你觉得可让你从众多的一个求职者中脱颖而出的 啊 ok 我觉得啊 啊有点自夸的感觉但我觉得就是没关系就是要要坚持下去吧就是啊就是如果你想好了你要转马的话嗯就是keep doing what you're doing 然后但是也不要太自闭你要和小伙伴志同道合的人要有交流不要闷在家里刷题嗯然后二是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 啊 练习你的think out loud呀然后还有communication这样的软实力了soft skills或者说实力soft skills 嗯 嗯 明白 就是一个全面包装全面提升然后其实才可以在面试中游刃有余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其实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呃问题吧因为同学其实呃成功进入到就是包括实习吧就成功进入到9家公司的呃 那所以就是呃不是哦不是VO环节对不起说错了嗯那其实想呃让李峰同学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9家公司其实呃在不同领域你看就是有bloomberg coinbase 然后还有像科技大厂呃呃就是你觉得他们面试的风格有没有一些异同然后你觉得呃就是如果对大家来说如果想要呃面试这几家公司的话呃有没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点 我觉得亚马逊就是大家这一同就是最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是需要卡考察coding能力就是啊算法啊 data structure这这一类的有难的有简单的就是有的公司呢就比较偏向于简单或者有公司偏向于难但是就是coding肯定是不会不会少的然后每个公司的话啊啊 那amazon就会考啊他的leadership principles他的现在是16条就是什么ownership呀什么呃我也不记得然后就这些东西他会就是围绕着这个来问behavior questions然后就包括公司当时啊就内部自己就是员工之间的评价也是会用到这个16条LP所以对这个东西一定要有了解 然后有一些理解然后有一些理解吧我感觉然后啊像tiktok就非常的tiktok像这种tiktok啊too simple这种啊还有嗯coinbase比较早期的公司我觉得对这个算法的要求会比较高就是他会有一些可能自己出的新题或者是难题嗯然后啊我觉得就然后 对然后我我我面试体验最好的是是在谷歌就是谷歌的工程师真的是可以可以和他比较好的沟通然后他能听得懂你在干什么然后别的别的面试官有的时候可能就就没有太多的这个交流其实啊我不知道是是是是他们就是这个风格还是说啊啊啊 我面试官就不想跟你说话哈哈哈对然后对其实就是对但是大厂有也还有一个就是coding然后有就是就啊也还有就是behavior question像我当时在mata还有google还有amazon都是有专门的一轮啊behavior question的这个interview的 嗯嗯等等的明白嗯其实就是像刚刚说的其实面试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这么一个过程你也可以去啊通过啊公司的一些面试官的一些反馈啊然后可能会对不同公司有不同意想所以其实你们会觉得最后不是也选择了就是面试体验最好的google吗 确实 对的对的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总结一下 就是林峰同学成功上岸的这么一个经验吧 就首先是因为很多同学他们是在教生嘛 然后觉得自己同时要兼顾学业 然后要求职非常的难 那您作为一个过来人吧 觉得怎么样去比较合理的安排求职时间线呢 我觉得其实时间线是越早越好 就是当你简历ready了以后 就可以开始投了 就是通过各种方式 我们刚刚就稍微聊到 就是就可以开始投简历 然后如果目标是找到工作的话 我觉得其实 第一是心态要好 二是要就是学校科业时间要安排好 就是如果要找个工作的话 可能就不要太着急毕业 其实可能也有说你可以一年搞定 但是这样的话 你可能找工作的时间也会特别的紧 就是不要不要跟自己过太过去 就如果实力强或者是已经准备好的话 当然就可能没有这种担心 嗯明白明白 同学其实有提到就是要保持好心态 那你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瓶颈的时候 那你是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的呢 对我觉得心态真的很重要 就是 不要不要太 就当你觉得面试没有太大问题的时候 然后没有没有过的话 这个时候就有一部分运气原因在 可能面试官同时面了两个人 有一个人可能确实表现比你好 或者是确实去了学校比你强 或者是他能早两天开始工作 这都有可能影响最后的这个decision 所以说就是 就是当然就是要从自己的失败中总结吧 就是肯定每一次面试 可能后来复盘人都会发现 可能有更好的解法 或者是当时应该早一点想到这个 应该早一些说出来这个 这些东西就是复盘 然后不要对自己 too harsh it's going to be ok 明白 还有一点就是 就是要 不是说不是说就是放弃了 但是也要做好Plan A B C D E 就是如果没有找到工作 就是有一个有一个至少安全网在吧 可能对就心态上会稍微好一点 嗯明白明白 嗯那同学你作为已经成功上岸的 啊 这种一个求职上已经成功人士 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分享给其他想要转码 或者是刚刚可能才步入求职 这么一个过程的一些同学 ok我觉得对 就是如果做好决定了要转码 要选择啊这样的方式 嗯的话就 就马上开始行动吧 就是这就是过程会很难 会很辛苦 但是你要相信自己 然后 我我不觉得我是特别聪明的人 我每次拿到offer的时候 别人手里可能朋友圈的九徒都凑齐了 所以说我觉得你愿意学的话 你是可以的 然后 老二分的老师们也是实力非常强 就是只要你愿意学 是你最坚强的后门 嗯 明白非常也谢谢同学 然后我们也是祝 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求职顺利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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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